在1月9号召开的石家庄市抵无常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马宇俊表示,大家应该在今天晚上或明天就会看到快递小哥活跃在我们的城市街道上,为家家户户送去生活必需品。 这句话被当地网友亲切地称为市长帮你催快递。目前,河北省石家庄市2.5万余名快递人员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次核酸检测。检测合格的快递员已经从1月10号早6时起,凭借健康码和工作证到社区、村正寄送快递。 小哥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整个我们山庄有3600多员工,2000多人已经开始就上班了。那么其他来讲,由于是中高风险地区的,所以说它不适合于目前可以这个员工二次检测出入的问题。 记者在位于石家庄民生路的一家顺丰速运营业点看到,快递小哥们正在对多日未使用的快递车进行擦拭和消毒。部分快递小哥在货舱忙碌着,为配送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整理快递录入信息,分发任务,快递消毒,打包装车,所有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们首先是严格按照我们政府的相关要求,就做这个疫情防控。我们每天这个人员上班以后呢,要进行这个扫码,测体温,然后呢,同时来讲呢,就是要佩戴口罩,佩戴手套,然后一系列的防护措施。 那么从场地呢,我们是每两小时进行消杀一次,那么车辆也是两小时进行消杀一次,那么所有的进港快件和出港快件都要经过消杀以后才能派送。 此外,要求快递小哥在投递过程中与收件人尽量保持距离,避免身体直接接触,提倡使用智能快件箱等无接触方式进行派送。 那么我们在派送过程中呢,也避免交叉感染,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来讲呢,就是采取这种无接触的派送方式,比如说这个指定的一些个位置啊,另外来讲就是我们有风沙柜,那么通过这几个途径来讲呢,把这个快件安全地送到我们的客户手中。 在石家庄市民完成了全员核酸检测的三天隔离期,又进入了七天居家隔离期后,快递重启的消息,不少居民物资短缺的焦虑感得以缓解,使闭环管控下的城市运转更顺畅。 这次返港把市民需要的物资能及时安全地,然后送到他们手里,其实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